大家好,我是Chisha,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前曼聯球星史譚在接受曼徹斯特晚報採訪時表示 相比於奧森漢,哈利卡利更熟悉應肖 他還表示坦克在隱瞞前,要考慮清楚自己是甚麼類型的球員 史譚提到曼聯風扇隱瞞目標,哈利卡利和奧森漢時便這樣說 哈利卡利非常熟悉應肖聯賽,他已經在熱刺證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射手之一 他知道大家對他的期望,亦知道自己臨帶來甚麼 你可以忍進像哈利卡利這些球員,這對曼聯來說當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交易 我認為奧森漢和哈利卡利是不同類型的球員 對於奧森漢來說,他需要熟悉應肖,這可能是很快 但有時亦很困難 坦克還需要考慮他的足球哲學和他想要的球員類型 他要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想要一個強力的九號 能作為球隊的支點,亦能將隊友串聯起來 還是坦克想要一個體型相對較少,有創造力速度快,而且能作出更多後撤球員呢? 他是否需要前鋒能快出發氣進攻,改變節奏,就像拉斯福特踢前鋒時作出攻防轉換的變化呢? 這些都是坦克需要想清楚的事 丹馬聯需要一個九號球員,需要一位不同的前鋒帶來不同的東西,並且帶來入球 好球不等人,馬上下載M直播,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好球!